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板一球 上面再来 这还看不出来 这只小汤匙拨出两小球 开始有点眉目了 原来是三只小猫咪 猫爪一巴都出来 开始造型 猫眼睛 嘴巴跟胡须 带来耳朵上色 涂上爪丝 真的超级卡哇伊 三只小猫咪泡在咖啡杯上 就像泡着温泉 摇望一下立体的猫咪拉花也跟着洞 搭配微笑猫脸也太疗愈了 很疗愈的 比如说一些卡通的图案 或是一些宠物的图案 他们看到这个图案很高兴 不只严选咖啡豆 还要美观加分 立体拉花 样式争夺 小熊的脸 鼻子 耳朵 不一会儿 一只立体小白熊 就躺在咖啡杯上 看起来又白又蓬松 根本舍不得喝 卡通造型难不倒 拿真的宠物照片照样画给你看 微笑的柴犬 栗子的鼻子 耳朵 吐着粉红色舌头 好像真的要从杯子里爬出来 栩栩如生 但我希望它是在 比如说它味觉 它的嗅觉是很OK的 但是在视觉我希望它是加分的 增加艺术的欣赏 纯白的马尔祭司 几乎没有色彩 挑战高难度 一样用绵密奶泡 做出小狗蓬松的毛 好多宠物主人 带着心爱的小猫小狗 要一样画葫芦 立体拉花 其实拉花好不好 奶泡很重要对不对 非常细致 然后要很扎实 对 这样它立体效果才会呈现 这样子猫咪什么才可以横挺 对不对 好 现在其实虽然奶泡很重要 但技巧也很重要 我们来跟店长来跑叫一下 我们来做一下立体拉花 高难度的 拉花达人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别看它快手完成 但这需要美感的咖啡拉花 哪有这么容易 看看店长再看看我的 就知道这个还是要有一点 美术天分 你这样是猫 我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不过这个奶泡真的很好 你看它很立体 就算不像猫它也很立体 所以应该也是要一点点 构图的概念 对 彩妆来讲 可能跟我上色也有关系 层次方面可能跟彩妆也有关系 店长原本是彩妆讲师 把画人脸需要的线条 美感跟色彩 运用到咖啡拉花上 要可爱的逼真的 通通难不倒 好喝又好看的咖啡 名副其实